大家好,我是海文 在我身边的是比亚迪最新的新车海豚 对于比亚迪平台来说 海豚应该是一款有开创意义的新车 首先,它是海洋家族的第一款车型 其次,它是第一个采用了比亚迪全新logo的新车 在技术方面,它也是比亚迪一平台3.0架构下面的第一款新车 上周我们已经在店里面做了一个静态的体验 那么今天我们会做一个动态的试驾 在正式试驾之前,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海豚的在外观方面的一些亮点 首先,它是海洋美学设计的一个外观设计风格 它外观车如其名,融入了很多海豚相关的一个设计元素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侧面的高腰线 从车尾往车头俯冲,有一种很强的速度感 其次,它下方有一个上翘的裙线 跟这两条线相搭配起来,就有一个海豚向上跃起的一个动态 所以车身侧面看起来凹凸有致,也很有动感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轮圈的设计也是比较特别 它采用的是海豚跃入水中,溅起浪花的一个设计理念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的特别一些的 另外,它这种宽轮服饰的设计也有助于提升它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在侧身颜色方面,海豚提供灰,白,蓝,绿,橙,粉等七种颜色和多种搭配 外观和内饰都有不同的组合 这样子就为喜欢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提供了个性化的选项 在进入车内介绍内饰之前 我们首先要说一下海豚这台车 它有个全系标配的云钥匙,NFC钥匙以及蓝牙钥匙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带着手机 就不需要把传统的机械钥匙带在身上了 这个手机就算是在没电,没网的情况下 你只要把它放进这个NFC的区域 它同样是能够解锁开启车辆 进入车内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很多跟海洋相关的设计元素 比如说这个类似浪花成叠的车窗储物出风口 还有这个类似海浪漩涡的空调出风口 还有这个类似海豚的凶骑的一个车内门把手开关 很多设计细节都值得用户去细细的品味 在这个多媒体系统方面 海豚配备的是D-Link 3.5的整个UI界面 看起来是很多圆形的设计元素 也比较的时尚 操作相对比较的流畅一点 同时它还可以支持很多的一些APP下载的功能 基本上安卓手机能做的是 这个屏幕都能够做 另外海豚还支持手机APP的远程监视和远程操控的功能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海豚采用的是一个热泵的空调 它对电池可以进行一个直冷直热的精确温控 同时能以一个低能耗的方式来调节车内的温度 这样子的话使得它的冬季续航里程是提升了20% 对于海豚的单车空间体验 之前我在到电视频里面已经做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来了同级别的 在空间表现方面标杆级的一个飞度GR9 来跟这个海豚的做一个空间的对比 看一下海豚的空间表现在同级别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在前排的储物格方面 海豚对于一些大件物体的一个储物是做的比较好的 首先它在这个中控屏的下方是有个比较宽大的储物槽 放置钱包或者是这种比较大的一个手机 六英寸的手机放下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在这个中控台的下部还有一个相对私密一点的一个储物格 它是带有遮蔽帘的 所以放置钱包也比较合适 在这后方中间这里是有一个两个杯架 那这个杯架放置比如说这种555毫升的这种水平的话 会对这个按键的操作造成一定的干涉 另外在这个中央服务手的前方这里呢 有一个用于手机无线充电的储物槽 大尺寸的手机放进去呢也比较的合适 而且充电呢也比较快速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央服务手下方这里呢 有一个容积比较大的一个储物格 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开口呢 比较接近驾驶员的这个身体 所以呢取放东西不太方便 但是它的这个容积还是很可观的 像这种1.5升装的大水平都能够轻松放进去 所以简单来说呢 海豚的这个前排的储物格设计呢 数量是足够多的 其次呢它对一些大件物品的收纳呢 也是做得比较好 在飞度的前排呢 其实整体的储物格数量上面呢 飞度跟海豚的这个储物格数量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有些小细节设计方面呢 就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比如说飞度对这个水平的这个安置呢 是做得比较好的 它在前排左右两侧都有在空调出风口 前面有一个杯架 用于这个空调的冷风可以帮助冷却这个饮料 这个设计是比较巧妙的 而它这个对大件物品的收纳方面呢 但是就没有海豚做得那么好 因为它这里的这储物格呢 普遍都是比较小一点的 像这种6英寸的手机的话呢 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安置的地方 但它也有一些比较巧妙设计 比如说它在副驾死位这里这个扶手箱 是上下两边都可以打开的 这个储物的这个能力的话呢 也是做得比较好 其实飞度跟那个海豚的前排空间呢 其实都是差距非常的小 我们主要体验一下后排空间的差异 然后我身高1米7 我在前排这个座椅呢 调到95厘米的腿部空间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腿部呢 还有两拳多的一个空间 那我头部呢是有三指的一个鱼量 那么跟飞度相比的话呢 其实飞度的头部空间呢 也是大概是三指 然后主要是这个纵向距离的话呢 海豚是要比飞度的这个纵向距离 要更长一些的 同时呢 飞度的这个座椅坐垫高度会更加高一点 所以对它对腿部的支撑呢 会比海豚稍微好一些 但是海豚这里呢 它也能达到接近33厘米的这个坐垫高度 所以说 如果你是不是身材特别高大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对腿部的支撑呢 也算是足够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看一下飞度的一个第二排的空间体验 来到飞度的第二排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空间呢 跟海豚一样都是三指的一个鱼量 它的腿部空间呢 其实是正好两拳的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纵向距离呢 其实是比海豚呢 是要稍微短一点的 另外它的这个腿部这里呢 第二排地台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凸起的 所以它的腿部这个空间多少 受到了一点的影响 所以整体的后排感受方面呢 还是海豚会更好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豚的后备箱 到底有多大的容积 这是三个我们常用的一个体验的行李箱 这是个28寸的行李箱 这是一个24寸的行李箱 还有一个24英寸的行李箱 大家可以看到它放进去之后呢 基本上已经填充满的 还是有一些空隙 可以塞一些小件物品的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关上 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飞度的后备箱表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同样也是可以轻松 放下三个行李箱的 那它剩余空间呢 其实跟海豚呢 也是差不多 但它有一点好处就是 它这个后备箱的开口比较低 所以取放物品的话呢 是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经过刚才的简单对比呢 首先我们说一下 海豚呢 其实长宽高的尺寸 都是要比飞度要大一点的 不过两者都属于两箱的小行车 然后飞度呢 基本上在这个级别呢 可以说是一个空间利用率的一个标杆 它在前排的储物空间方面呢 做的是比较好的 它对一些小件物品 比如说是水瓶啊 钥匙啊 都做到比较好的收纳 而海豚呢 则对一些相对大件点的物品 比如说手机啊 钱包啊 是做的储存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在后排空间方面呢 因为海豚有着2700毫米的长轴距 所以它的后排的纵向空间 跟横向空间呢 都是要比飞度做的更好的 然后两者的后备箱容积呢 其实是差不多大的 但是飞度因为它的开口更低 所以它取放物件呢 都会更加的方便 那么应该说呢 海豚在这个空间实用性方面呢 是跟飞度相比呢 也是毫不逊色的 开起来之后呢 我们聊一点硬核的技术内容 比亚迪海豚呢 是出自于一平台3.0架构的 纯电动车型 那么这个平台呢 有个特点就是有比较高的集成度 它是比亚迪首款 使得电驱动系统做到八合一的车型 这样子呢 它就大大节省了空间 提升了效率 其次呢 这个平台有着比较高的一个智能化水平 它能够支持更高级别的驾驶辅出系统 那海豚呢 它采用的是比亚迪的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根据电池容量的不同呢 它的续航里程呢 也分为三个版本 分别是301公里 401公里 跟405公里 在电机配置方面呢 同样有两个版本 我们试驾的这个时尚版呢 它采用的是最高功率70千瓦 空直扭矩达到180牛米的一个电机 那么顶配的骑士版呢 采用的是最高功率130千瓦 空直扭矩达到290牛米的电机 那骑士版0到5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呢 仅需三秒 比我们试驾的这个时尚版呢 是快了将近一秒的 所以骑士版的这个动力表现呢 是很值得人们期待的 那么时尚版开起来给我的感受呢 就跟主流的电动机呢 是比较接近的 起步呢 可以说是比较的轻快 而且是安静 同时呢 它整体的加速过程呢 非常的丝滑 平顺 驾驶员呢 能够很方便的控制这个车速 在0到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城市出行常用区间呢 它整体的加速感受呢 应该说是比同级别或者是10万元价格区间的一些燃油车型呢 是更好的 当然因为它这个电机的功率不高 所以如果你的车速上到了8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呢 你再想要全电门加速 它给你的这个推背感 或者是这个加速感受呢 就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衰减 在转向操控方面呢 因为这个一平台3.0呢 是一个纯电动平台 所以它天然的就有着这个低重心 长轴距跟宽轮距的一个特点 这样子使得它的行驶平稳性呢 是做得比较好的 同时它在弯道当中 对于整个车身测轻的抑制呢 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到位 而且它方向盘呢 有着比较好的一个指向性 再加上海豚它的最小转弯半径呢 只有5.15米 所以面对连续的弯道 或者是一些掉头位的时候呢 都能感觉到真的是如同海豚一般的灵活轻巧 在自动系统方面呢 同样值得一提 海豚呢 采用的是博士最新一代的 智能集成自动控制系统 简称IPD 那么这套系统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比ESP更高级别的一个主动安全技术 它能够平衡动能回收 以及这个自动压力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能够使得你这个动能回收的效率最大化 最大能够达到90% 同时也能够保证对你的舒适性的影响呢 降到最低 简单来说 就是它让你能够做到 对车速收放自如的同时呢 也不会让你的乘客感到难受 综合来说呢 海豚整体的这个驾乘感受呢 给人就是一种非常舒适自在的一个氛围 同时它这种平顺的动力 加上它这个比较安静的一个车内环境的话呢 对于乘客的这个乘坐舒适性 我觉得是做得比较好的 很适合在城市代步出行使用 最后我们介绍一个小细节 刚才说了 海豚的这个电机声是很小的 它开到人的身边也不容易察觉 所以海豚呢 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一个类似海豚音的舒缓音乐 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一个手机APP遥控它 给大家演示一下 通过蓝牙连接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用手机启动 然后控制方向 操作 经过一天的试驾 海豚给我的感受是设计新颖 首先它的海洋美学 手持亮相呢 就给人很强烈的新鲜感 其次在它的空间表现方面呢 也是做到了宽大使用 在配置方面呢 它用手机APP全面取代了传统的车钥匙 同时加入了远程控制的功能 这样子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 改变人们的用车习惯 在驾程感受方面呢 平顺舒适的这个乘坐体验 应该能够讨好每一位乘客 好了 今天的试驾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